我们身在何处 我们为什么来 我们向何处去 这对于迫切需要追求幸福 改变现状的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主题 根据截止到1991年的统计 中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日均流动人口总量达1000万 综合上海 北京 沈阳 成都 西安 等六个城市的资料 在外来故宫人员中 建筑业故宫占流动人口的 25%到30% 一般居住两年以上 从事服务修理业的 占流动人口的10%到15% 一般居住几个月 长则数年 从此时开始 社会学家所说的民工潮 政府统计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 所说的流动人口 出现在新的社会流行用语词典里 直到今天 这种流动还在以浩大的势头进行 不过它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进军 北漂 南进 大移民 中国人的活力和经营人生的能力 已经在这种穿梭不息的旅行和移居中表现出来 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再仅仅是一个表明社会集群类别的名词 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随时随地发生着的碰撞和融合 一种强大的生活现实 而在最初的时候 对这个人群还有一个歧视性的称谓 那就是盲流 既然选择了离乡被土的生活 生存的艰难 对于这类人来说当然是家常便饭 这一年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新民谣 马路是银行 工厂是钱庄 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 调查报告也显示 在广袤的中国乡村里 外出打工仔打工妹 一年土二年羊 三年盖上新楼房 一户打工带动一村外出一人致富一家 已经成为许多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同时这些打工仔打工妹 也带回了先进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这种意识观念上的改变和提升 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 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城市文明的跃进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 走出乡村是一件令人开怀的事情 这个时期的所有戏剧小品都充满着一种欣然的气氛 贯重的情绪也是明朗向上的 哪怕是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 也掩饰不住那种乐观的情绪 而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的记忆中 城市越来越像城市 也越来越不像城市 有人甚至戏谑的说 中国的大城市变成了大县城 这种体制内外的冲撞 也是90年代社会重组和经济博弈的半生物 出现在城市里的新风景和新人群 虽然可能带来一些纷扰和混乱 但不能否认的是 新的格局给了更多的人公平的机会 随着中国人迁移居住自由度的增加 社会由此变得更有活力 这个年代到处传唱着 人在旅途的主题歌 新加坡电视剧开始涌入中国 一时间大有与港台剧 三分鼎立华语引进剧的气势 对于很多人来说 夜象中最鲜明的往日旋律 正是这首《人在旅途》 一缕青丝真不脱 它欢快薄发的调子 与当年的气氛是如此的吻合 是的 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到处都是 人在旅途的景象 这是一个沸腾的年代 外面的世界给人以无限的希望 在这一年的视频舞台上 广州电视台推向全国的十集电视连续剧 外来媚 红透版变天 舆论公认 这是一部既好看又引人深思的作品 比起一般的打工文学而言 它的成功之处在于 在展示改革开放给珠江三角洲 带来的经济腾飞 真实客观地反映打工妹 打工仔人群的生活的同时 还能够自觉地透视出这个民族 从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 走向开放时 必然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外来媚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应运而生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 港台资本纷纷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转移到广东 福建等沿海省区 民工潮实现了港台资本 沿海地区的土地和中西部地区 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相互结合 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 我从北方回到广东 车进到那个衡阳车站的时候 恒阳车站已经被农民给占领了 完全占领了 中国的农民 就中国人在追求 自己的新的生活的时候 那种动力是很强大的 当时我觉得我真的会很震撼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我一定要拍这个题材 我们当时拍第一场戏 就是这个戏的开场是 一个大闷贯车 不像现在火车 叫闷贯车 就是拉货的 所有的其实那帮人都在里头 就打工 当时 所以当时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 是没让他们下车 门稍微打开一点 把我们塞进去 完了以后再启动 完了镜头在那等着我们 拉开我们 我们才跑出来 我就在里头待那么十几二分钟 我受不了里头的味 太恐怖了 可是他们就是坐这种车来的 就他们拉车拉撒全在里头 因为闷贯车嘛 所以当时门一拉开 我们一帮人哗全出来 拉一点 慢点 请让一让 我们是电视台的 你们是第一次来广东吧 请问为什么来广东 赚钱呗 赚钱 外来妹主要讲述了六个 从穷山沟到广东打工的女孩的不同命运 其中的女主人公赵小云 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 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 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 该剧情节跌宕起伏 紧扣观众心血 它涉及到了内地 广东沿海和香港 三个地域文化层面的描述 反映了改革开放 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 如果你跟我过来 我将任命你为车间主管 这个车间就由你管 还有 你帮我多动员一些手手女工过来 我准备提心 你这么做 林老板会怎么想 sorry 我知道 林老板对你不错 他对我也不错 我在这里建成绊杂场 有一半机会是他给我创造的 到现在我还感激他 但是 我不可能一辈子打工当他的马仔 我不甘心 我要当老板 就像你也不满足 永远当一个普通拉长那样 这就是适者生成的原则 这个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形容 他说他的一个对 向国际上学习 我们知道 他们并不是完全是糟糕 他们有很多很先进的 惯例的经验 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 做人的原则 你怎么办 出去 出去 老板 求求你了 收下我吧 求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老板 我求求你了 真的 不要坏 我干什么都行 以后谁再跪 绝不找他进来干活 小云 辛苦了 去吃饭吧 我只不想 我心里也很难受 但是我们不能光看外面 来 要看里面 你看里面 这已经有这么多女工 我们首先要对他们负责人 当时看了之后 以为香港人是比较吝啬 比较功利 但是现在看看经商有经商的游戏规则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香港还没有回归 对整个我们也没有去过香港 对香港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一些那个什么 通过这个也能感受一下 《外来妹》 《外来妹》最早在当地首播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但而墙里开花 墙外香 不久之后 《外来妹》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很快红遍全国 剧中的主题曲也自此流行了多年 这部剧还创下了几个第一 它是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 是第一部反映劳资关系的电视剧 也是第一部聘请香港演员加盟的电视剧 该局的成功 不仅一举捧红了陈小义 汤震宗等演员 也使得《外来妹》这一称谓 从此走出广东 成了全国通用的词汇 前段时间我坐飞机 有一个人在我前头 回头一男的 40岁左右 看着我就说了 他说你是陈小义 我说对 他说你知道吗 我当年就是看到你的外来妹 我才到深圳去开始打工 做到现在我现在有公司了 很多人 我碰到无数的人跟我说这个话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好的电视剧 一个好的作品 会影响特别多的人 我从这个戏我能感觉得到 发工资了 发钱了 你管哪儿 去确诊领工资 快点 发钱 《外来妹》播出后 激励了许多勇敢的心 更多的人 开始把目光投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很多年轻的女性 效仿剧中的人物 开始走出原有的天地 寻找梦想 一部电视剧 启迪了很多人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足以说明电视剧的影响力 当然 这也是一种难以复制的传媒奇观 只有在那个年代 在一个崭新的劳动大军 应运而生的时代里 才能发生这样的奇观 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是容易过时的 而这部《外来妹》到今天看来 仍未显成就 除了艺术上的原因之外 它的思想内涵也相当关键 剧中《外来妹》的悲欢离合 成功与诗意 今天看来 仍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经济与文化冲突中的中国人如何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是《外来妹》的问题 也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 当初这个问题存在 多年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去哪 去泰国参加一个贸易洽谈会 你刚回来 听说你在那边干得不错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在路上 只要和谐与发展的问题存在一天 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永远解脱不了的困惑 一个永远难解的结局